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不幸地狱》 西珍是一个出生在单亲家庭的普通女大学生 姓教的妈妈和一个妹妹组成了这个家庭 西珍每天都在忙着上学和辅导妹妹的功课 生活一切都很平静 直到一天妹妹给自己打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电话里表达的意思很含糊 西珍当时很疲惫 没有在意这个电话继续睡去 直到妈妈打来电话说妹妹失踪了 晚上西珍做了一个噩梦 在梦里她手里拿着一颗牙齿 不远处站着一只白鹤 角落里是一片可疑的人影 西珍知道妹妹出事后急忙回了家 之后警察也来了 可是妹妹的失踪 被当成一般的青春叛逆器的离家出走 并没有受到警察的重视 而妈妈就是不停地祷告 楼上的女邻居突然从楼上跌落 西珍上前相救却没能成功 警察认为女邻居是自杀的 可明明她留给西珍的眼神是很惜命的 这个女孩还留下一张写着遗书的护身符 上面说对不起西珍的妹妹 发生的事情让人疑惑 这是巧合 也可以说是诡异 刺激着西珍脆弱的神经 好在西珍没有失去理智 妹妹曾经因为和父亲一起出了车祸 命悬一线 西珍的母亲为了妹妹能够康复 开始信教 日夜祷告 这些都不算稀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原本重伤几乎要没命的妹妹 像是回应了母亲的祷告 奇迹般的康复了 不过康复后的妹妹开始变得英语 母亲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狂热的信徒 晚上警察找到了保安 保安的反应很反常 第二天便自杀了 巧的是 警察在保安的呕吐物中 发现了和之前一样的护身符的碎片 和写友对不起西珍妹妹的遗书的福祉材质相同 所有的遗团都指向了失踪的妹妹 警察重新调查了死去的女邻居家 发现这个女邻居家居然有西珍家的钥匙 在这个关键的时期 妈妈仍执着于祷告 事实上 妹妹和死去的女邻居关系很好 但是有一天 妹妹突然告诉女邻居她父亲的死期 结果父亲真的那一天死了 女孩吓坏了 之后 警察去看保安自杀那天的录像 发现这件事情 可能和小区里的半仙有关 于是找上了半仙的家 并看到了她做法事时的照片 确定了半仙很可疑 可就在这时 在西珍家的半仙 打孕西珍逃跑了 让警察扑了个空 在警察要离开这里时 和母亲一起信教的 另一个邻居站了出来 对警察讲了西珍妹妹的事情 原来 这个邻居患上了癌症 无奈之下 也跟着西珍妹妹信了教 一次祷告后 妹妹又预言了 没想到很快 预言就成功了 女邻居这才找上了 之前逃跑的半仙 半仙觉得 附在妹妹身上的是个恶灵 不驱除她 身边的人也会倒霉 和新教的邻居 一起买通保安 趁妹妹独自在家时 强行做法驱灵 法事结束后 半仙就把占有妹妹血印的符纸 分发给邻居 奇怪的是 妹妹手掌的血印 居然只有三只 之后 女邻居烧掉符纸泡水喝 却没想到 女邻居的绝症好了 听到这里 警察也讨来了符纸 想给自己 同样换了重聘的女儿用 却被妻子一口回绝了 之后 明明已经恢复健康的邻居 匆匆告诉西真 妹妹在地下室后 就上吊自杀了 西真追到地下室 却意外发现了逃跑的半仙 随后 半仙被牛送到了警察局 通过半仙的交代 大家才知道 妹妹身上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原来 得到了好处的邻居们 欲望大增 可是仙鹤已经不在妹妹身上 邻居们便让半仙 做法把仙鹤重新请到妹妹的身上 这次上身 惹怒了这个本来能够救人的仙鹤 仙鹤警告众人 你们死期都要到了 仙鹤走后 妹妹从高处摔下 不能动弹 而众邻居 却因害怕对西真妹妹不管不顾 导致了妹妹的死 之后半仙也死在了警局里 四个人的离奇死亡 让警察怀疑上了西真母女 毕竟除了邻居的死亡时间 是西真见到邻居之前外 已经无法行动的西真妹妹 怎么能消失呢 警察调查教堂的过程中 正好得知 西真妈妈已经一个月 没有到教堂祷告了 警察找到西真 却不曾想 西真已经被仙鹤附射 说出了女儿和警察之间的故事 这时的警察跪倒在地 求仙鹤救救身患绝症的女儿 之后西真在天台上 找到了母亲和妹妹的尸体 她始终不肯放弃信仰 并相信妹妹就是救世主 还以此明智 让西真也要一样信教 故事的结尾 警察身患绝症的女儿 因为仙鹤的帮助恢复过来 西真也因为被仙鹤上身 并没有和母亲一样损命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